他这一句话说 我根本就没病 这个身体要的 不是这些医学上要吃的药 所以不用再吃药了 他要的是功德 所以要多诵经 真的也很不可思议 我们身上有一些法师听到了 自动加入 我们一起为天前法师修功德 大家都天天诵经 有的一天几部经回向 这很奇妙的 他说 在 我有一个妹妹 他自己帮他拜弥陀禅 他修净土的 他说十点钟开始拜 十一点 他自己因为已经卧病 躺在病床上两个多月了 两个多月来 第一次他坐起来 他坐起来走下床 合掌向佛 跟着一起诵经 所以那天傍晚 我去到医院 看他坐在椅子上 很惊讶 他就说 你们修了很多功德 我都受到了 身体轻松了 所以他下床 坐在椅子上 从那天开始 一天一天 我感觉 他活回来了 一直到 我 看了很安心 回到 多人都来 再打电话回去 出院 自己下厨 煮菜 就教那个看护 你要怎么煮素食 像这样 那整个 我不敢讲康复 但很奇妙 就像他 这个 就是 在山上 功德主会的满意法 就去看他 他跟他说 他说 哎呀 我告诉你 我这个佛祖 原来 这一个 现在散开 全身都是佛祖 他没有讲癌细胞 他讲他全身 都是佛祖 每一个佛祖 都要他精进用功 现在有佛祖加持 哇 这个是大大的用功啦 然后呢 我们跟他说 因为他说他没病 我们就说 如果这样讲 是不是就是一般说的 业障病呢 他说 我不喜欢讲业障病的 要讲因缘病 我说 这有什么差别 他说 你讲业障病啊 你就会觉得 有一个人 有一件事 障碍住你 就有一个对象 来障碍你 所以叫业障病 他说 但实际上 这身病 人的老病死啊 他说 不关别人的事 这是我自己的因缘 所以不是人家 煮什么东西 害我生病 不是 是本来就是我的业 我的因 我的缘 然后借助 因缘聚会 果报成熟 就是这样 这是我的因缘 不是别人来障碍 所以是我自己 要用功德 要消这个业缘 要跨越这个因缘 他提出这个 理论 我觉得实在 我有时候想 他是我这一生之中 第一位老师 母亲都是第一位老师 他为我上的最后这一堂课 好丰富 好精彩 那么 所以在这里 我说 也因为 这一次陪在他身边 看着他在死亡的边缘 也逼着我去面对 我最深刻的死亡 就是 最亲最亲的人 从一般的人 我们不认识 听到有什么人往生 到靠近一点 认识的人 有人往生 某一位亲友往生 我一个出家人 到 面对自己的母亲 那要走临终这条路 我才知道 我这一生之中 最宝贵的 最珍贵的人 逐渐逐渐要离开了 走那个过程 真的不是一个苦致 可以说 平常是劝人家放下 这个时候看自己 要怎么放 还是得放啊 但怎么样放 面对你最亲爱的人 你要怎么调 我觉得这些 都是我这趟 跟大家请假两个月 从九月初 到十月份回来 这个两个多月里头 真的是上了很宝贵 很殊胜 难遭难遇的一堂课 所以再回来看佛法 我想最早的这位老师 用他的生命 告诉我 告诉我 修行 要修真的 真的 真的明白 真的去练习的去做 那也告诉我 慈悲啊 不是表象的慈悲 不是虚伪的慈悲 不是热闹的慈悲 这是不是那种一窝蜂做秀要去哪里 让人拍照表现 说你是慈悲的那种表象的 也不是应付应付虚假的 那不是 慈悲呢 是要把每一位众生 当成像自己的母亲 那样的不忍心她 不舍得她 不舍得她辛苦 不舍得她痛 的那样子 叫慈悲 这是我很深刻的体会 所以再回来看 今天我们在这里礼拜大悲禅法会 这大悲禅仪 其实许多经典也好 禅本禅仪也好 教给我们的 有许多都是告诉我们 怎么样可以修功德 可以修清静 然后怎么样放下去除这些恶业 或者错误的意念等等 都在教我们 所以我今天特别呢 我补充了刚刚那一段 我说感受特别的深刻 很感谢有佛光山在这里建道场的姻缘 然后有我们大家护持道场 有大家一起在这里精进学佛 感谢这个众缘合合 然后让我们一起来用功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呢 不要错过此生 就在这一生 你要对你的生死轮回这件事情 清清楚楚 掌握方向 然后把握这个力量 这个是我们大家在这里 每个星期在共修 常常训习 常常提起的这些意念 所以请各位看这个小字 这段小字呢 其实这天台中的智者大师 他在这个摩赫子观里头 在讲忏悔 其实就是这段文 针对十种心去修正他 然后得到的另外的十种心 在谈这二十种心 就这几行小字 经文啊 他已经谈了二十种心 要忏悔 第一类 这是过去 过去的带着我们 轮回生死的这十种心 此时此刻之前 叫做过去 过去顺生死的十种心 那后面的经文呢 又再提起 是现在 逆生死的十种心 顺生死 就是顺着 这个轮回 生死轮回一路去 那逆生死呢 就是从生死轮回里头 要超越出来 逆转生死 逆转轮回的十种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说我与众生 无始来今 由爱见顾 内计我人 这是第一种 叫无明昏暗 无明昏暗的心 所以让我们 从过去到现在 因为这个 我爱啊 我见啊 凡是你所接触 喜欢的起贪 不喜欢的起撑 像这样的爱见 内计我人 在计算着 计较着 什么是我的 什么是不是我的 这个是无明昏暗的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外加恶友 不是只有我们内心起 这个贪嗔痴 外缘 又有一些 这个不好的因缘 缠绕 或者引诱 像这些 大家其实要各自小心 这个 这个外 外加恶友 这个不好的外缘 自己要注意 第三 不随喜他 一毫之善 这个是 没有这种随喜的心 就无随喜心 第四呢 唯骗三叶 广造罪 重罪 这个是三叶造恶 那 然后第五呢 世虽不广 恶心遍布 这个讲的是 这个恶心遍布 是第五 第六呢 是 昼夜相继 无有间断 什么东西 无有间断呢 恶念 无间 就是恶念相继 就是我们的 这个不好的意念 起了不好的想 经常是一个 接一个的 第七 附会过失 不遇人知 就是隐藏自己 不管心内 心外的一些过失 怕别人知道 这种附会 隐藏 包庇的心 第八 不畏恶道 其实不是不畏 是不知 不知道去到恶道 多可怕 并不是不怕恶道 其实 好 那第九呢 无惭无愧 不知道 这个对不起自己 就愧对别人 这是第九 第十 波无因果 还强行狡辩 说 这个不关因果 没有因果 我不犯因果 不怕因果 有的人这样讲 其实也是不知道 因果是可怕 好 这十种呢 这是过去 会让我们 顺着 生死 一直轮回下去的 这十种心 那 故于今日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借着大悲咒的加持 那要发起什么呢 我们要逆生死 断生死 趋向解脱 觉悟的 这十种心 所以在今天开始 第一 我深信因果 对什么是前因 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我要很清楚 这是非常科学的 第二 深重惭愧 发惭愧心 第三 深大不畏 害怕因果 害怕轮回 害怕结恶缘 害怕 对所听的叫法 不明白 不受教 我害怕的很多 我不晓得各位 害怕的多不多 深大不畏 其实 害怕 让我们 这个趋 就是趋散 必恶 逢凶滑击的 第四 发怒忏悔 有什么 不清静 不善的这些恶念 或者恶行 自己要发怒忏悔 向佛菩萨忏悔 向善知识忏悔 好 第五呢 断相续心 就是那种恶念相续的心 我只要有善因善缘 所以我一直强调 共修很重要 你自己要断那个恶念 提不起力量 你借助这个大家一起 在这里 诵经啊 礼佛啊 断掉那个恶念相继的 那个难以断的那个 那个恶念要 要断 这断除 断相续心 第六 发菩提心 跟着观世音菩萨 发菩提心 求觉悟 然后以觉悟来度众 第七 断恶修善 这个对自己的行为的掌控 然后 这个 这个断恶修善 就要情测三叶 翻习重过 就对以往的过失 要这个 情家 把它修正 然后第八呢 随喜凡胜一毫之善 就是随喜一切的善 第九 念十方佛 有大福慧 能就把我集住众生 从二十海至三得岸 这个就是我完全的相信佛菩萨的力量 我毫不怀疑 相信佛菩萨有大福德 大智慧 能够就把我们 能够让我们从二十海 两种死 两种死 一种是顺源 就是自然的死 另外一种叫横死 就是外缘的 横加 突然这样往生的 这两种死亡 一种自然 一种非自然 自三得岸 就是得到像佛 这样子的法身 这样的菩萨 这样子的圆满 就得正佛果 第十种心说 从无时来 不知诸法 本性空极 这个第十种心 其实就是要我们发起 这种明白空性智慧的心 那么我们过去因为不懂 所以广造恶 众恶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观罪性空 知道空极 为求菩提 为众生故 广修诸善 片断众恶 为怨观音 慈悲设受 这个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智者大师的 摩合子观里头 那么整理出了这段文 它放在大悲忏仪里面 它其实就是忏悔的根本 如果你对这十个大方向 你不清楚的话 你在忏悔什么呢 忏悔我刚刚讲 是要破除的 你知道你要破除什么吗 破除过去的这些不好的意念 行为 然后再建设 这个善的 就是现在 说从今日起 我们这样发愿 忏悔 那么才会升起 内心清清的力量 然后你在广修六度 从不失之戒 等等到 到这个禅定智慧等 才会在一个好的基础上 正确的基础上 好像建这个打好地基了 然后再建起 这个高楼大厦 这个是 利用今天的一点时间 跟大家做这样的提醒 我要再讲 就是 我希望我们每一次每一次 这样子听讲也好 这样理掺也好 各位很真心的 把它当成是 不是别人要忏悔 是我要忏悔 不是只有为自己忏悔 我为有缘的大众 一起在这里忏悔 所以这样子 才不枉费 今天我们在这里共修 也不枉费 十方诸佛菩萨的互念 就像我回到刚刚那句 我的母亲 用她的生命教导我的 这个身体 要的不是那一些东西 要的是功德 我们有因缘 有福报 在这里修功德 所以大家要珍惜 那么也借着 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日的 这个法会的因缘 就祝福我们 大家发起出离心 发起菩提心 能够果正圆满 圆满的觉悟 圆满的解脱 今天除了是 纪念观音菩萨出家的 大悲惨法会 另外 今天是十月底 几号是Halloween 三十一是吧 月底 我们的小朋友们 从童军 苹果没有供上来吗 在等着要进来供 进来怎么样 进来供 这样啊 对台湾 我们的佛光童军团 童子军 幼童军 他们要进来供养苹果 供养过后 各位就知道 你们身上最好 带着一点零钱 你要大操 我也不反对 总之呢 我们的这个小童军呢 就会要在今天 要卖苹果筹款 作为他们活动的兼费 好的 感谢观看